疫情之后观光产业也掀起了巨大变革 加速了数位转型的脚步 从行程规划到后端的反应回馈 都可以透过数位科技来完成 你好 你好 我要确定 机台这边可以直接帮你入住 拉着行李箱入住饭店 美好的旅程就此展开 请往左上推到底扫描证件 自助柜台是连锁旅宿迈向数位化的第一步 平均两分钟就能完成报道 节省旅客宝贵的时光 也省下更多柜台眼力 数位帮手在后疫情时代将越来越普遍 在旅馆也想叫个外送饮料 这项任务就交给他 收到指令机器人宝宝立刻出动 进电梯再到指定楼层和房间 抵达门口后 旅客就会接到电话通知 一开门就能取餐 不只可以送餐送备品 甚至连到贩卖机买东西 都不用走出门 手机下单机器人就会帮你取货 在送到你面前 整个流程完全不用人工 在旅宿业面临缺功的同时 数位科技也能助一臂之力 整个智能机器人 那可以降低我们在这方面 Rain Service的人力服务大概在50%左右 目前的机台成本 我们大概在半年左右 在一般的长余 它就可以得到回收了 以前的时代都是着重在 纸本作业 可能要跟你问一些姓名电话那种 我们就是把服务面推到后面 转一个方向来呈现这样子 科技无法取代的 是人与人之间交流的温度 但是如何让冷冰冰的数位服务 更人性化 是科技研发最大的挑战 小美希 今天天气怎么样 台北天气低云 气温11.9度到14.9度 不用拿起电话打到柜台询问 或是拿起手机上网查 想到什么都可以跟她对话 住进了饭店的房间里 你会需要什么服务呢 有五成的人都会做这些事 小美希 请帮我打开房间的灯 以为您打开灯 小美希 请帮我转到华视频道 以为您将电视设定在频道华视 外籍旅客透过这套系统 也减少了语言上面的隔阂 家庭客入住到我们饭店 小朋友非常的开心 她可以跟小美希 进行一对一的双向互动 目前这款智能语音助理 在国内外大约有将近上百间饭店 超过一万五千多间住房使用 甚至也扩及到医疗照护机构的服务 从大数据来分析 也归纳出可以省下的人力和时间 一般的这个饭店里面的话 它大概一个月的电话量 可能会是从一万通 或是到五万通不等 百分之三十到四十的内部的通话 其实我们利用现在的AI管家 就可以帮我们的服务 我们现场的服务人员 offlow掉很多 如果以实际的时数来算的话 大概一个月我们可以帮助我们现场人员 节省掉大概两百五十个小时 这么多的这样子的服务的时间 而现在正夯的AI技术 也能导入观光业 AISaaS平台能帮助游乐场所 进行人流分析 侦测游客随时发生跌倒等意外事件 甚至协助安全上的控管 懂得运用科技 就能让旅程更顺利 从旅游前的预约 行程资讯和建议 到旅途中的VR景区导览 推波资讯安全监控 以及旅途结束后的回馈分享 购物和消费分析 整个观光市场 正在进行一场数位革命 投资一块 它可以回收到七块 那它就是应用的范围 至少会一比三到一比七之间 那有些更乐观的 可以到一比十 所以我们觉得小小的变化 让我们在旅游上更方便 更精准 科技创新让旅游 有更丰富的体验 根据旅游平台的最新调查结果 有百分之五十七的人愿意信任 由AI来安排的旅程 甚至在76岁以上的沉默世代中 也有两成的人有意愿使用AI 你也想规划一趟 专属于自己的科技旅程吗 华视新闻零线 送一张理事件消遇的张俊慧 专题报道 哈喽 我是易景 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 按赞 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视新闻的YouTube频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